愛一路上的老宅 二樓突然坍塌 從正面一看 鐵皮被擠壓變形 原本停放在其樓下機車 全都被水泥塊壓住 欸欸欸 要幹嘛 再從側面一看 生鏽的鋼筋擦出牆外 水泥落實大面積崩塌 塌塌的巨響 嚇壞不少附近居民 喔 很大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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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就像鐵架一樣 就這樣坐牆下來 15號中午 就在基隆愛一路 這棟建築物突然坍塌 原本是製兵場 已經至少60年歷史 現場還看得到 屋主貼出代售招牌 希望有緣人接手 但遲遲沒有人接手 沒想到就發生意外 我們現場看 它基本上 看起來它這個塌陷的部分 鋼筋全部都鏽石 那現況看到這些 應該都是因為雨水 然後導致鋼筋鏽石 然後原本的那個 鋼筋無法承受 樓板的載重 然後就導致二樓板塌陷 我們初步看是民國46年 那以前它是一個製兵場 對 是一個製兵場 對對對 現在應該就是沒有人在使用了 現在就是擔心這個 有這個疑慮 所以我們要求它 馬上限期來做採除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祭司都待命了 等一下跟建物所有權人 這個跟它說明清楚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來進行 拆除的作業 那相關周邊的這些 道路啊等等的防護 我們會要求在 拆除期間把它做好 就擔心坦塌當下 有民眾經過被壓在裡面 消防局特殊隊緊急出動空拍機 和生命探測器 確定沒有人受困 我們發現那個機車有被壓住 那我們第一次來先看收救人命 看有沒有人受到那個壓傷 結果收救之後 未發現有人員受困在這個搞咖的現場裡面 那我們還有請跟警察一起共同拉封鎖線 避免如果造成那落距 再繼續搞咖的時候擴尬啊 透過空拍機一深入 就發現裡面已經殘破不堪 政府也緊急聯繫屋主道場 要處理後續拆除事宜 因為依照建築法的部分呢 它這個已經有影響公共安全了 所以我們這個也 祭司也鑑定它是微樓 所以我們現在立即啟動相關的防護 然後開始執行相關的拆除作業這樣 那就來這樣子 它影響到周圍的影響到 事發之後 市長謝國良也到場勘查 強調市府會更積極的盤點 圍樓老屋 做出立即的處置和規劃 其實這樣真的很危險 附近啊仁愛市場買菜 我前一陣子就經過這裡 所以我覺得機動室現在有蠻多建物 大家都很習慣就放在那邊 然後幾十年 然後也不去用它這樣子 那不去使用 所以空間當然是一種浪費 可是最主要是你不使用 你不會去想要維護 就會造成安全的疑慮 所以那個校圈我們趁這個機會 是不是就是盤點一下 然後也鼓勵民眾 把周遭的一些危險建築 或者是廢棄 儀式是危險建築 這樣子的一個周圍這樣的狀態 來把它提爆出來 然後我們趁這個機會盤點 如果真的很危險 附近都有人住 我們就去鑑定它 那假如鑑定 確定是危險建築 那未來我們就猜 那明年的猜除增加金費 我們可以來增加 仁愛市中心老舊大樓 發生了坍塌以外 議長同志委議員張芳麗 和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都到場關心 針對回樓老屋提出了建言 這個圍樓已經長期在閒置很久 那剛剛忽然間碰一聲非常大聲 我們附近的居民 大家都跑出來 包含我跟張前議長都在附近 那現在立即請一分局 消防局跟都發處 趕快來做一些相關的權責措施 那都發處已經聯絡屋主 還有相關單位 趕快來做這個 祭司要來做鑑定 那希望可以限期拆除趕快改善 因為附近居民非常的擔憂 大家都看得到 這種屋裡人家是很難啦 而且附近又是一個鬧區 所以他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要好好來處理 不然的話 周遭的一些安全問題 會影響到很多的住家 基隆的老屋 30年以上的老屋 比例已經很高了 那50年以上的老屋 比例我印象中是在這個 全國之冠 那也就是說過去我們基隆市 一直在談都更這件事情 尤其是圍繞都更這件事 30年以上的房子更需要來進行 那市政府如果可以盡快的 來進行所謂的這個普查的話 把這一些資料全部整理出來 協助民眾提早加速 他們進行圍繞都更 我想不僅對市容的改變有所幫助 同時也會對整個城市的安全有所幫助 發生坍塌的意外就在愛一路 算是主要的幹道之一 現場拉起了封鎖線 提醒用路人得要提早改道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